所以从刚刚念经文当中 你会发现 上帝提醒耶稣要来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 刚强壮胆 真正的勇敢不是他没有任何恐惧的事物 真正的勇敢是他有这个勇气去面对所恐惧的事物 上帝知道耶稣心里面其实是有恐惧的 但是上帝要给耶稣勇气去面对他所恐惧的 耶稣恐惧的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从第一章的一节三到五节我们看见 三到五节看见说耶稣亚领受了新的应许 就是接下来就是他要带这些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 耶稣亚他领受到这个应许 他知道这个应许是从亚伯安开始 一直一直一直 然后他知道摩西领受了这个使命 但是接下来这个使命交在耶稣亚的手中 但是呢 上帝并不是只告诉耶稣亚你要怎么去做 然后就不管他 不 上帝要装备耶稣亚 上帝先要来装备耶稣亚的心 在第六节到第九节上帝告诉耶稣亚要刚强壮胆才能进入到应许之地 要刚强壮胆才能进入到应许之地 你的心先要相信你进得去 你才有可能进得去 如果你也你的心都不相信的话 那你怎么进得去呢 第七节到第八节 上帝告诉耶稣亚 如何才能刚强壮胆 第七节我念给大家听 只要刚强大大壮胆 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不可偏离左右 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思想 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说的一切话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横头 凡事顺利 你发现上帝告诉耶稣亚说 你之所以可以刚强壮胆 是因为你要宣讲神的话 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对不对 是要宣讲神的话 不仅如此 昼夜要思想 你要默想神的话 不仅要默想 你要谨守遵行神的话 简单的来讲 上帝告诉耶稣亚 你要让神的话 成为你生命的中心 是你所讲的 是你所想的 也是你所做的 所以当你的生命当中 你所讲的 你所想的 跟你所做的 都是在神的话语里面 你就可以刚强壮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每当我们一早起床的时候 你知道你怎么面对 今天的生活吗 你能够知道 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但是上帝要你先 刚强壮胆 透过祂的话语 当我们一早起来的时候 如果能够先读神的话 口中宣讲神的话 开车 骑摩托车 脑袋也可以思想神的话 当你遇到挑战选择的时候 你按着神的话来做 虽然你不晓得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你会有一份力量 就是神同在的力量 为什么上帝告诉耶稣亚 如此就可以刚强壮胆 因为一个宣讲神的话 思想神的话 并且按着神的话去行的人 就必然是神同在的人 必然有上帝的同在 上帝的同在才是 约束阿可以刚强壮胆的原因 十节到十一节 约束阿领受了这个使命 这个异象 然后上帝也告诉他 如何刚强壮胆 于是呢 他就开始跟领袖分享 所以当你得到一个异象的时候 不是马上就说 就照着这异象来做 你要开始跟领袖分享 所以约束阿就跟支派的领袖 开始来分享 不仅如此 约束阿还跟着一群人分享 这群人很特别 这群人就是旅便人 加德人跟马拿西半支派的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以色列他们在旷野 绕了四十年之后 他们总是过不了那个约旦河 因为约旦河一过去就是应许之地 所以他们在约旦河呢 过不去 然后呢 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就跟摩西说 啊 这约旦河另外一边不错 但是这边也不错啊 好不好摩西 你就把这一边的土地分给我们两个半支派的人就好了 我们将来也不要跟你们去抢那一块土地 于是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就在约旦河洞已经得了他的土地 但是上帝告诉约旦河说 你要去跟他们说 你们的妇女孩子可以留在这里 但是你们征战的勇士要怎样 要跟着这九个半支派的人要进到应许之地去征战 为什么 因为你能够得到这边约旦河这边的土地 也是因为大家的关系 那如今要进到应许之地的话 你们征战的勇士也要跟着进去 上帝在讲一件事就是合一 你知道吗 当一个家庭彼此合一的时候 就会充满着力量 力量 在上礼拜 对不对 我们的这个十大运 跑金牌的 他叫什么名字 杨俊安 杨俊安 然后呢 他很特别 因为我去看他的故事 你知道他是花莲的原住民 对不对 他的爸爸是执事 妈妈是什么 长老 然后他的爷爷呢 他爷爷好像就是 类似松年团契的会长 类似这样 所以他们一家人就是 都是基督徒 然后当这个杨俊安 他在跑一百公尺的时候 是整个家庭在为他祷告 整个家庭在支持他 当他在跑的时候 所以他说 他可以跑这场比赛 是他背负着所有的力量 所有人的力量 在跑这场比赛 亲爱的家人们 当一个家庭可以合一的时候 无论你遇到多大的挑战 都可以过得去 都可以过得去 当一个教会合一的时候 无论所处的环境都不容易 但是还是可以发展 同样的 上帝要这群以色列人知道 他们要合一 即使你们土地已经得到了 但是你们要跟着 约书亚的军队 进到应许之地 因为那才是上帝 要给以色列人的 在第16节到第18节 百姓说 我愿意顺服你 如同顺服摩西一样 而且这次是百姓说的 百姓说 约书亚你要怎样 刚强壮胆 亲爱的家人们 我们生命是一个 不断跨越的过程 我们刚刚祝福了两个 在我们当中的姐妹 他们要跨越进去 一个新的领域 你可以说不要啦 反正我已经习惯了 这个学校生活 习惯这些同学 我就这样在一起就好了 不是的 当你的生命要进入到 一个更丰盛 一个上帝要给你的 你必须要跨越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一二三 盗贼来 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 我来了 是要教养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丰盛 你要进入到一个 更丰盛的生命 代表你怎样 你要跟着牧羊人走 你要跟着牧羊人走 他要带领你 进入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当你认识耶稣的时候 他必带领你 进入到更丰盛的生命 你会问什么叫做 更丰盛的生命 更丰盛的生命 就是 更像上帝所创造的我们 而不是世界 想要的我们 世界对你有期待 对不对 如果你是公司的员工 老板会不会对你有期待 有 如果你有配偶 你的配偶 会不会对你有期待 你的长辈 特别你的父母 会不会也对你有期待呢 然而你知道吗 当每个人被造的时候 上帝造我们的样子 才是我们应该成为的样子 有时候世界而来的期待 不一定是上帝 要我们成为的样子 当你努力地想要 变成世界所期待的你 你会发现 你一点都不快乐 但是当你完成了 上帝所要你完成的事 就是你原本被造在里面 你的天赋 你的能力 你的命定的时候 你里面会有一个 从上帝而来的满足 从上帝而来的喜乐 什么叫做更丰盛的生命 就是脱离捆绑跟挟制 一个更自由的生命 当你觉得有一样东西 有一个人一段关系 你如果没有他 你不能活下去 那就是捆绑 那东西有可能是酒精 有可能是赌博 有可能是一个脾气 有可能是一个习惯 甚至有可能是一段关系 当你觉得如果没有了 你就活不下去了 那是一个谎言 因为上帝原本造你 就不是依靠那些 而是依靠上帝而活 更丰盛的生命 代表你可以脱离这些 捆绑跟挟制 变得更自由 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脱离 以色列人他们的旅程 其实就代表我们生命当中 三个部分 一个叫做埃及 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 在埃及他们就是奴隶 对不对 他们按照埃及人所告诉他们的 他们必须这样去生活 同样的 在过去 我们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 埃及预表的就是世界 某方面我们是活在世界的价值观里面 有可能是在学校老师的价值观里面 有可能当你进到职场 是你职场文化的价值观在影响你 有可能最大影响的 应该最大影响就是我们的家庭 我们家庭里面 父母的价值观也会深深地影响我们 有一些是好的 有一些是对的 但不全然是 你必须去分辨 哪些是好的 哪些是对 但哪些不是 世界告诉我们 我们的成功 代表我们要有权 有钱 要有名 世界告诉我们 如果要得到满足 可以得到性方面的满足 即使你在婚姻当中 你还是可以透过眼目 透过看一些东西 你可以得到满足 但这都不是真实的 因为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 其实他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有满足的生活 当我们学习 去数算我们身为当中的恩典 当我们学习 去珍惜我们彼此的关系 上帝告诉我们 信应该要在婚姻当中 在配偶当中 那是一个祝福 圣经告诉我们 不用变得有名 但你需要知道 你在上帝的手中是独特的 你要做的是要完成 上帝对你生命的护照 这才是上帝要我们所做的 这才是更丰盛的生命 所以你需要离开 你需要先离开 你如果不离开的话 你会继续在这样的价值观 当中生活 所以以色列人 他们离开埃及 同样的 当我们遇见耶稣的时候 耶稣也要帮助我们 透过圣经的教导 透过耶稣的话 我们开始明白 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 什么叫做一个有价值的生命 于是我们就开始离开 但是以色列人当离开的时候 他们不是马上进入到上帝的应许之地 他们先经过了一段路 这段路叫什么 叫旷野 旷野很特别 旷野原文 希伯来的原文叫Mipa Mipa它是什么意思呢 Mipa它是说 有话的地方 有话 讲话 所以呢 上帝带以色列人到旷野 是要带他们到一个地方 是有话的地方 有什么话 有上帝要对以色列人说话的地方 所以简单的来讲 旷野是一个 我们要聆听上帝声音的地方 你每天会有许多的声音 在电视机 在你周围的人 可能在一个会议当中 不是每个声音都会带给你力量 有的声音会带给你恐惧 甚至里面也会有声音 我不够好 我没有办法 这是吻死的 但是你需要听见 上帝的声音 旷野是以色列人 他们要学习听上帝的声音 过去他们在埃及 听了世界的声音 但在旷野 他们要开始学习听上帝的声音 同样的 同样的 上帝要帮助我们 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 上帝要帮助我们 开始听上帝的声音 听上帝的声音 不是那么特别的事情 因为当你愿意相信的时候 当你愿意打开圣经的时候 当你愿意祷告的时候 上帝就会开始对你说话 最后上帝不是只让我们 在旷野当中 他带我们进入的是一个地方 叫做什么 迦南地 迦南地是一个 圣经说流奶与蜜 对不对 其实他告诉我们 迦南地是一个物产丰饶的地方 你可以发展畜牧业 也可以发展农业 是以色列人可以安身 立病的地方 那才是上帝要他们所去的地方 亲爱的家人 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旅程 上帝要我们离开 离开 从世界给你的价值观中 从世界定义你 什么叫做成功的人生 从世界去定义你 你应该要怎么生活 你要离开 你之所以要离开 是因为你要聆听 你要聆听从这位造你的上帝 对你所说的话 他告诉你 什么叫做丰盛的生命 他告诉你空虚 你里面的空虚 不是透过这些外在的事物 可以满足 乃是认识这位上帝 因为他造你 他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 你要聆听 当你愿意聆听的时候 你就可以进入到上帝 给你的应许之地 我相信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 包含我们每个家庭 上帝要进入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但为了进入这更丰盛的生命 你一定要离开 离开那捆绑你的 你要学习聆听 听上帝要对你所说的话 你才能进入更丰盛的生命 周报第二点 我们要来分享 聆听跟顺服会带来跨越的信心 以色列他们来到了一个点 这个点就是四十年在旷野的生命 听得够久了 现在上帝要带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 透过约书亚 透过约书亚 你会发现在约书亚第一章 不断告诉约书亚要怎样 刚强壮胆 要刚强壮胆 就如同我们所说的 当我们如果面对未知的挑战 一定会有恐惧 因为不一定会成功 一个新的产品的开发 一段新的关系 甚至在我们当中 如果你有创业的想法 这都是一个未知的挑战 但这些未知的挑战的时候 你需要刚强壮胆 上帝的话会兼顾我们的心 上帝的话会带来力量 我想要讲一段故事 在猎王记下13章14到19节 这个故事当中很有趣 有两个人 一个是当初的以色列王 以色列王约阿师 另外一个人是先知以利沙 先知以利沙 我们一起来看 我念给大家听 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 以色列王约阿师下来看他 扶在他脸上哭泣说 我父啊 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对以色列的王而言 当时的先知代表的就是 为上帝发言 上帝的发言人 对他们而言那就是什么 代表的就是他们的父老 所以他说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我父啊 我父啊 以利沙对他说 你取弓箭来 王就取弓箭来 又对以色列王说 你用手拿弓 王就用手拿弓 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 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我可以请这个信道来一下 现在换做第二排的 对不对 好 意思就是王是不是来了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做一个拉弓的姿势 对 好 这就是我们得银牌的姿势 好 然后呢 上帝就叫 以利沙就叫约亚师他要拉弓 对不对 然后呢 以利沙做了什么动作 他就按手在他的身上 按手在他的身上 亲爱的家人们 你知道当你面对生活征战的时候 神会按手在你的身上 不是只有你 也许你觉得只有你面对征战 不是的 神会按手在你的身上 不容易 都没有改变姿势 好 然后呢 就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 箭就怎样 射出去了 于是呢 他就告诉这个 你朝东的窗户 他打开了 然后射箭吧 他就怎样 这支箭就射出去了 好 谢谢 然后呢 当他射出去的时候 以利沙就说什么 我们一起念 一二三 这是耶华得胜箭 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 因为你必在亚佛攻打亚兰人 直到灭尽他们 他顺服了先知 先知就是说神的话 对不对 所以简单来讲 他顺服神的话 神也按手 透过先知按手在他的身上 他就把箭射出去 然后神说 你一定会得胜 第十八节 十八节 以利沙又说取几支箭来 他就取了来 以利沙说打地把 他打了几次 三次便打住 三次是以利沙所说的吗 不是 所以神人就是 以利沙对他说 向他发怒 说怎样 应当几打几次 五六次 就能攻打亚兰人 直到面镜 所以现在你可以打败 因为上帝按手在你的身上 上帝给你能力 你可以打败亚兰人 但是你没有完全 没有办法完全打败他 因为你只顺服一半 你只打了第三次 约阿师可能觉得说 打第三次 三次跟五次有差那么多吗 所以他打了三次 他就觉得可以停了 他只顺服了一半 所以上帝说 你的成功也只能有一半 亲爱的家人们 我们的得胜 不在乎我们的能力 我们的得胜 乃至于我们在神面前的顺服 神会在一些小事上 去试验你 试验你 你愿不愿意 在一些小的事上 会试验你的诚实 在一些小的事上 会试验你对他的信心 在一些小的事上 会试验你对人的爱 你愿不愿意按照 上帝的话语去做 还是你觉得 反正也没有人看见 反正 这个好像也没什么影响 上帝 他要看你愿不愿意 顺服他 在我们生活当中 都会有这些小的事 在试验我们 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这样的经验 当你去超商拿东西 特别带孩子去 拿着拿着 拿一个东西 不小心就掉下去了 原本是圆圆的 现在变两个月亮 你就摔坏了 那可能只是一个食物 但是 你有没有想说 下一个人会不会买它 还是不管这东西 是不是你孩子 喜欢你喜欢的 你必须为这个负责 拿去柜台 你就是要买的它 小小的东西 但是上帝会试验 我们里面 对他的信心 会试验我们里面的诚实 还有试验我们里面的爱 你对你家人的爱 朋友的爱 灵社的爱 上帝非常的看重 在这些小小的事上面 你如果能够顺服神的话 当你面对征战的时候 你才能够征战得胜 有个牧师曾经讲作这句话 我觉得非常对 他说征战的得胜 是在于先知的祷告事 是在于先知的密事 同样的 我们生活当中 征战的得胜 就是在那个 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是不是我们能够先得胜 没有人看见 约阿师所做的事情 但是却决定了 这场征战的胜败 同样的 在那些人家看不见的地方 在那些 你跟上帝祷告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 聆听跟顺服 在这些看不见的地方 你顺服了 你信靠了 上帝就要帮助你 在征战当中 可以得胜 所以好不好 跟你旁边说 让我们在看不见的地方 顺服神 我们就可以在征战当中 经历神 见家人 是的 如果你是一个父亲 你是一个丈夫 我要告诉你 你如何可以来祝福你的家庭 在看不见的时候 你要顺服神的话 看不见的时候 你要顺服神的话 在你的财务上 在你的两性关系上 在你自己怎么尾神 读神的话跟祷告上 你一定要顺服 这会带给你力量 来祝福你的家庭 因为在看不见的地方 你愿意顺服神 神就给你力量 来带领你的家庭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三节 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 一二三 耶稣回答说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怎样 同处 三一神的同在 是当我们愿意顺服主的话 去做的时候 他就与我们同在 约翰阿是如此 主耶稣告诉我们是如此 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如此 周报第三点 那我们来讲 如何可以得着信心 离开舒适圈 跨越生命中的约丹河 希伯埃书十一章一节 讲到信心 我们一起念好吗 这是一个很棒的经文 成为我们的祝福 一二三 信就是所望知识的实底 是未见知识的确句 其实我有点遗憾 就是赵宏的三个小孩 没有办法去迪斯奈乐园 因为他真的很好玩 很棒的回忆 因为台风 你知道吗 我们知道迪斯奈乐园 是从哪里先盖的 美国吗 对不对 为什么叫迪斯奈乐园 因为它是一个人的人名 华德迪斯奈 迪斯奈乐园是怎么来的呢 华德迪斯奈乐园 它想要建立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让孩子相信 梦想是可以成真的地方 所以迪斯奈乐园 其实有一个元素在里面 就是梦想可以成真 你进入到乐园里面 它不断地传递这个讯息给你 梦想是可以成真的 但是迪斯奈乐园 是在华德迪斯奈 死后五年才真的盖起来 五年之后就开幕 有个记者就访问他的妻子 他说你会不会觉得 你会觉得很遗憾 你的先生看不到这个迪斯奈乐园 你知道他太太怎么回答他的吗 他说 华德迪斯奈 他相信会有迪斯奈乐园 他已经看见了迪斯奈乐园了 才会有迪斯奈乐园的盖起来 华德迪斯奈乐园 他相信会有迪斯奈乐园 他已经看见了迪斯奈乐园 才会有迪斯奈乐园盖起来 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未见之事的确局 信心可以帮助我们 先看见 你如果先看见了 你相信了才能够成就 上帝要给你信心 上帝要告诉你 你的生命绝对不止如此 你要进入到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一个更倚靠神 一个更自由 更像上帝所创造的你 以色列人花40年过不了约旦河 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 当他们派了12个人 去到应许之地回来的时候 有10个人说 那边的人民太强大了 我们绝对赢不了 你知道这句话影响了以色列人 40年之久 没有办法 不可能的 他们太强大了 亲爱的家人们 在你现在生命当中 有没有一个神也是如此 他告诉你说 不可能 挑战太难了 你好不了的 你没有办法成功的 这关系不可能突破的 你就这样子吧 你要聆听 顺服上帝的话 因为上帝的话 他可以带给我们信心 跨进 生命中的应许之地 我们来祷告 感谢观看